本期话题 硝酸米康座乳膏可以治疗龟头炎吗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硝酸米康座是一种抗真菌 或者咱们叫抗美菌的药物 治疗的话 可以治包皮龟头炎 但是应该是美菌性包皮龟头炎 治疗才会有效 那么我们美菌性包皮龟头炎 实际上我们令同行常用的 派瑞松 包括达克宁 包括我们所谓的米康座 它都是可以治疗美菌性包皮炎的 但美菌性包皮炎治疗最重要的是 要阻断夫妻的交叉感染 因为美菌性包皮炎 多数女性都有美菌性阴道炎 所以说要夫妻双方同治 那严重的病人 有时候还需要结合一些药物治疗 大多数包皮龟头炎 它都是我们普通细菌的感染 这个时候来说的 我们选用硝酸米康座 或者这类抗真菌的药物 治疗是无效的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些药物的话 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就诊 让医生帮你判断 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包皮龟头炎 那需要选择什么样的药物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